来,继续带大家看看我们这边的山林风景 这条路非常僻静 我记得在零几年,零三年,至零八年之间 经常顺着这条路,这条小路行走 小路非常静 不过现在我们这边的农村没人了 我记得零三年,至零八年,那几年 我们这农村非常热闹 很多年轻人还没有去城里打工 很多人还在农村生活 不过最近十年来 农村基本上已经人去楼空 只剩下妇孺和小孩了 年轻人全部已经走完了 大家看到这个,以前这里面住了很多人家 不过现在基本上没啥人了 大家看这阳树,我记得阳树 这边是童树 这边是童树 大家看这边是童树 这边是羊树 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说的是我们的邻国朝鲜那边的大学生已经非常普遍了 但是我们中国这边的大学最近十年才慢慢的普及这种大学教育 非常缓慢,最近十年才逐渐的普及 更不要说 但是我们邻国朝鲜那边的大学教育已经完全普及了 非常震撼 后来又听说我们邻国和个印度 那已经普及免费医疗了 大家看看这边 这就以前这边的农家 特别以前这户人家至少在这住有四 四十年三十年都有了 很多年了 大家看一看 下面的水库 水库房子 都是钓鱼的 大家看那边 在出树的 有人在出树把树枝给砍了 大家看这条路 无尽 非常远,无尽到头 来,大家看这边 也是小麦田 这个也是铁路 这个是铜树 这一排我们这边都大量种植铜树 铜树种了非常多呀 大家看这边的深沟 沟很深的 小麦田 田和地和这边的铁路 无尽的铁路 大家看那边 全部都是杨树桐树 大家看那藤树 今天录制就到这里